说起世神,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肯定就是阴阳师 而实际上,这种概念早在很多年前的动漫里就有了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追忆一下当年的最强世神 经典回顾第17期,鬼神童子 鬼神童子是由日本漫画家古麴秀和黑炎上红在1992年创作 1995年改编成了动漫 1997年香港无线电视翡翠台引进了该动漫 并且将其配成了粤语版 而我们最早则是由陕西电视台引进 由陕西人意配音 想想当年能有这么多配音版本的引进动漫 而现在竟然成为了一种奢望 唉,时代的眼泪啊 说回正题,这就是一部正义战胜邪恶 却没有多大教育意义 但一看就容易上瘾的动漫 搞笑,热血,还有主角的大长腿 总之当初看了就会觉得快乐 其实现在想想看,动漫干嘛非得有什么意义 快乐不是最重要的吗 主角叫做小明 没错,就是那个小明 全名一小明 祖上是有名的祥摩斯 整部动漫讲述的就是 小明如何一步一步成为优秀祥摩斯的故事 他居住的地方叫做鬼神镇 他是镇上一周法堂现任负责人 平日也忙着为神社招揽生意 某日两个和尚来到神社 上来就把小明祖传的眼睛和头偷走 不曾想和头曾经 附身在了和尚身上 随后便开始到处伤人 鬼机关头 小明召唤出了沉睡千年最强大的世神 不过现在的潜鬼却是小孩的模样 实力恐怕连女人都打不过 此时小明的祖先送给了他一个手镯 用来解放潜鬼的力量 于是魔性的仪式便出现了 仪式之后潜鬼便能恢复以前的力量 相妖除魔无往不离 其实潜鬼的设定在猫书看来像极了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同样实力强大被封印了许久 一开始都玩烈成性嗜血杀人 一个想偷袭唐僧摆脱金箍 一个想弄死小明摧毁手拙 后来也都在一路的修行中慢慢改变 潜鬼最擅长使用的是从手肘伸出来的金刚脚 几乎五肩不摧 可以轻松给予对手必杀 随着妖怪的升级 潜鬼的武器和实力也在逐步提升 随后获得了一把武器金刚斧 这斧头不仅锋利无比 还会赋予使用者无穷的力量 是砍柴烧火切蹲做饭的必备工具 后来还新加入了一个角色 后藤金 他是小明祖上两大鬼神之一 后鬼的转身 剧床和潜鬼曾经是夫妇 但到底是男是女并没有定论 不过据潜鬼自己所说 他曾经最怕的就是后鬼 难道是神也会七鬼炎 现在的后鬼性格温柔 不像潜鬼那么暴躁 还能自己变身为鬼神 拥有五行之力 同时还能帮助潜鬼计划为超鬼神潜鬼 故事的最后 潜鬼在一众朋友的帮忙下 使出合体攻击 打败了最后的大boss 而小明在boss打败之后 将潜鬼再度封印 短暂伤感的离别之后 又出现了一大堆眼睛核桃 潜鬼又再次被召唤了出来 故事也到此完结 也可以说新的故事或许正要开始 动画说完了 还有一点不得不说 鬼神童子在当年 还有一个超好玩的SFC横板动作游戏 画面以及打击感在当时都十分优秀 你可曾玩过呢 最后还是主题曲回顾啦 我是猫叔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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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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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